这种大型古安集会能减漏的概率还是有的 前面买了个杯子算不上减漏但也亏不了钱 这是一个晚清时期杨兰料的清华成员香炉 标签上写着明代晚期清华又里红盘 这是个妖怪 这把粉彩茶壶也完蛋 新货 这画的都可爱的不得了 这东西也是个大瞎活 你看同一个摊上有新有老 地摊能买到货 就是咱们一定得小心 这要对的话 这就是明末清初的东西 但是呢 咱们仔细去看的话 这个东西的修足非常的蠢笨 火石红呢 也非常的不自然 右面也非常呆板 所以这东西是个新的 看看 有国宝的瓶子 还有国宝的词票 旁边还是余佑任的字 天哪 这次这个秋季集集啊 真是太大了 人山人海 集得不得了 都看一下 here is more than Crisis 老包奖 老油泥 原赃原旧 很漂亮 你看 同一个摊上 这玩意儿就是个新的 仿的乾隆石井粉彩 大新货啊 搁到那儿买 这个绿的也是啊 也是仿的乾隆的鸭刀粉彩 东西呢 也不对啊 没有办法 这种东西也买不成 这个青花啤酒花落光去本年款的杯子也是个新的 而且这是个印花的啊 咱们仔细看一下 这上面的青花是印上去的 不是画上去的 这个缠着帘呢 也是个新的 画的呢 比较的呆板 也比较僵硬 看着很细 实际东西也不过关 这种小洗字盘也是啊 看着东西还是很稀妒 实际呢 各方各面都不到位啊 所以碰到这种东西 咱们一定要小心 它有可能开架不会高的 这一摊东西真的太操心了 这杯子也不行啊 这个彩跟这个金以及这个画法都不过关 这东西也不行 所以有时候不能光图便宜 刚才地摊上的东西都是现在比较走鞘的货 你去问价格都不会贵 但是呢 东西是过不了关的 这种古玩大吉呢 人特别多啊 很有意思 咱们有时间呢 其实也可以去来逛逛 挺好玩的 这个东西不错 这是一个明代晚期 个人看应该是万历天启时期的一个松竹梅的青花罐 就是有点残 一万一 一万一 残的厉害了 便宜点卖了 便宜点 不想带了 不想带了 这个品项老板开价一万一 我看一下先 这真的是比以前便宜了 这个是一个康熙时期冰煤开光博谷的一个青花罐 口言有点磕 这您卖多少钱 这这一万六 这 口言就这点磕皮 老板呢 开价一万六 各位藏友觉这个价格怎么样 这两帽桶是新的呀 哎呦 这东西不行啊 不知道这大哥在拨个什么劲 这个小罐要对啊 就是康熙时期的小冰煤罐 但是你看他这火石红 非常的僵硬跟丝板 这就是做上去的火石红 这东西是新的 这种玉壁里的杯子 早年可是坑了不少人 这就是新的 你看这豆青的小碟子就是老的 同一个底摊上 有心有了 所以咱们一定要当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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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